選民激動納喊力挺候選人 2024國際舞台將有嶄新面貌 不只美國 南非 英國到亞洲 臺灣 印尼 通通都要舉行大選 但CNN點出AI科技恐怕來搗亂 不說真的難以辨認 這不是美國總統拜登本尊 身為技術透過AI達到人像合成 還能模仿聲音 社群媒體上 已經出現多起AI技術帶風向的假新聞 美國共和黨廣告禁AI 生成共軍犯臺 打擊拜登選情 就連俄國總統普丁看到自己的AI 分身都嚇一跳 科技巨頭有責任防範AI借選 臉書母公司Meta表示正在調整方法來應對AI 抖音宣布 與外部事實查核機構合作 打擊假訊息 只是專家質疑說一套做一套 有心人想鑽漏洞 根本防不勝防 明年恐怕也成為AI借選最猖狂的一年 如何因應成為政府首要課題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結束 家事 電池 八 八 八 感谢观看